我拜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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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病程推進 見動症病人四肢逐漸無法動彈 到後期只剩下眼球能動 失去聲音 意識卻依舊清晰 就像活躍的靈魂被封進水泥墻 隔絕所有能與外界溝通的管道 都不能表達你要什麼的時候 照顧的人給你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很辛苦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科技部為了回應社會需求 推出科技突圍計畫 結合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 提出兼具技術開發 人影設計與醫療臨床評估的 見動症病友智慧溝通系統 主要運用眼控設備與腦機界面等裝置 偵測病友需求 並透過智慧溝通系統 結合語音合成系統 重現病友的聲音 協助他們走出激動 改善生活品質 這次科技部開發的計畫 其實是直接來滿足建築人的需求 比如說在緊急的情況下需要叫人的功能 我現在需要稍後稅落盤 自然生中 對自然 你們覺得這樣看起來這個 覺得我們投入這樣的一個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 我覺得是一個還滿強大的一個使命感 希望我們可以把東西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用它以前存下來的聲音 幫它做一個系統 讓這個系統只要它輸入文字 就可以用它自己的聲音講出來 我們希望這個介面設計 讓你覺得使用起來很愉悅 讓它自然就會被尊重 這個是對病人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運動想像 那如果不想要進去的話 一樣就是放鬆 放鬆它就會跳到下一個 我們每次看到病有這麼的配合在我們在做實驗 我們都很感動 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他們都還願意這樣花時間來配合我們 我感覺我們的確幫他們幫到了什麼 給他們一點點希望這樣子 那這也是支持我們繼續走下去的原因 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 健動症讓無法溝通成為難以跨越的距離 藉由意念溝通輔助的協助 改善了病友的溝通問題 也因為看見病友和家屬的堅強及無私 感動讓科技團隊更加投入 人與人的關懷拉近彼此的距離 而科技的溫度就像黑夜中的燭火 溫暖每個人的心